从最初的B股到Q肺制度 再到后来的护港通 深港通 护轮通 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曾停息 近两年对外开放更是按下了加速键 逐渐形成了双向开放的新格局 为资本市场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持有三国护照的Ted是MSCI亚太区指数业务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MSCI早在2004年就在中国设立了办公室 目前有超过百家的中国机构客户 Ted已经在中国常住了七年 在他看来中国资本市场一直在不断敞开怀抱 包括MSCI在内的富士罗素 标普 道琼斯等主流指数巨头齐聚中国 并且不断提升A股的纳入权重 为A股带来了超千亿元的被动增量资金 近几年从护港通 深港通到护轮通 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一步步扩大 正在深度联通全球市场 我相信要给这些外资全球最大规模的 买方机构一定的时间空间 境外的机构投资者 尤其是长期的机构投资者 最符合这个所谓的理性的价值投资的 这么一个行为 他们这样的行为能够推动股市更健康的发展 近日 证监会深改12条出炉 提出了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12项重点任务 涉及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上市公司质量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等诸多方面 标志着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 我国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 已徐徐拉开 我们将仅仅为老 打造一个规范 透明 开放 有活力 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这个总目标 以实际行动来落实 金融共产的节目性改革 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 发展这个大局 感谢观看